如果你已经决定买24款的木马人的话 可能第一个疑问你会有的就是 什么是卢比肯的X或者卢比肯的标准版 这个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卢比肯的标准版 首先的话没有同色的挡泥板或者硬顶 椅子只有布椅 所以想要同色挡泥板和同色顶 还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必须要升级到X 如果一定要说24年最牛逼的一个设计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了 吉普标志性的1234567 七大洲吉普可以去到任何陆地的地方 最主要是有功能性 让进气更多一点 引擎盖的话是卢比肯特有的这种 这个2.0T的引擎 如果改装像这台的话 这几年用下来都没问题的 4XE的话是环保主题 所以用的是蓝色的挂钩 另外今年新多了一个东西就是 Warm这个牌子的脚盘 但注意的话这个脚盘只有8000磅 而4XE因为电池包的关系有6600磅自重的车 和其他油混最大的不同是 它是一个独立电池和动力的设计 其他很多油混的车都是引擎动力和电池结合在一起 有得必有失 因为第二排座位下面放的电池 所以第二排的凳子不能完全放平 所以在车里面可能要比较有创意的想办法 一个改装方案供大家参考 首先这台车只配了35寸的轮胎 然后它不是换了弹簧 而是把它垫高的 这类车的话多数还是要考虑油耗和综合使用 所以35寸已经够了 用的是不可调节的 但也非常好的 Falcon的2.1就不可调节 3.3是可调节的 当然在哪里省的油就要在哪里浪费回来 虽然用了35寸的轮胎比较省油一点点 但是这个是一个MT的轮胎 具体你喜欢AT还是MT 泥地还是全地形的轮胎 你自己根据喜好 这个黑犀牛的轮毂还是我们很喜欢 这里有孔就不会再有积水的问题生锈什么的 因为4XE特别的设计 所以这里面的其实传动轴是换过的 就是家常的专门定制的一个 当然换了大轮胎 为了开起来比较没那么晃的话 还是要加一个转向前震的东西 另外4XE下面加了很多额外的Skip Play 就是防撞板那些 因为它更多电子的东西 就目前2024年中期的改款之后 吉普的产品线真的拉得有点长 最近几期就是把我认为现在值得买的吉普 跟大家推荐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曼唐大树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